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又到兄弟员加尔西列课程时间 今天是我们的第25讲 条件已具的作业的第4题 我们先看一下 第4题里面是这样的 提面输入一个月份 然后使用这个switch 判断该月的天数 然后并输出 我们总共是有12个月 对吧 每个月的天数 应该是有些是不一样的 对吧 我们用switch 挨一个来进行判断 然后再输出 我们看这道题怎么来实现 好吧 好 OK 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作业 Homework 我们创建了一个Homework4 我们IDplus打开 好 那这里我提前做了一个准备 就把这个导包给导进来了 因为这个 每次都导的吧 我就先导好了 OK 然后呢 我们在接下来呢 就是要提示用户输入一个什么 月份 月份 月份对吧 请输入这个月份 对吧 请输入月份 OK 然后通过input点next in就接到这个 输入的值 输入的值了 是吧 这个月份了 对 月份我们叫 这个month month inter类型的对吧 对 month OK 我们接到这个month以后呢 那我们就用判断的吧 对 用什么 Switch 用Switch吧 对 Switch 做一个判断 month OK 然后还记得怎么写来的吗 case case 对吧 1 比方是月份 我们应该 就 一月是 三十一天 一月份是多少天 三十一天 三十一天是吧 我们就说 一 月 份 是吧 是 三十一天 假设都是这样一个输出 OK 好 我们看 case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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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月份是吧 嗯 我们就不考虑那个复杂的这个什么润年呢 这些情况了 好吧 好 那平年就是2月28天 哎 28天是吧 嗯 对 我们输出一个这个2月份 是28天 OK click一下 同理 case 3 3月份也是三十一天 3月份也是三十一天 对吧 嗯 3月份是三十一天是吧 嗯 三十一天 OK click case 4 4月份是三十天 哎 4月份三十天是吧 嗯 小白算对了啊 好 月份还是五月份嘛 呵呵三十天是吧 嗯 5月 click 5月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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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月份的话呢我们这里就 嗯 三十一天 System.com click 5月份 5月份 是三十一天 对吧 嗯 对 三十一天 OK 不论一个啊 一定要加上不论一个啊 嗯 6月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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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三十天 是三十天 三十天 三十天 是三十一天 八月 break 好 case 8 System system out print 八月份 是三十一天 三十一天 对吧 7月大 八月大嘛 对吧 OK 9月份呢 9月份30点 30点是吧 好 OK 我们加一个break 然后case 10 对吧 10月份 10月份我们 31点 31点对吧 10月份 是31点 OK break 然后是 11月份 是吧 然后30点 11月份是 30点 30点 是吧 是 30点 break OK 最后一个 12月份 12月份 31天 12月份 我们也是 31天 31天 对吧 好 break 然后最后呢 我们可以 加上一个 还有一个 第一 对 fault 对吧 默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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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情况下 我们输出一个什么呀 比如说 呃 好 我们这个从1月份到12月份就这样用这个分支条件就判断完毕了是吧 OK 我们来测试一下吧 测试一下Ctrl 1 编译一下 哎 有一个小小的错误是吧 我们看一下 Public Public Mork 4 我们这里是啊 这里是3是吧 好 改变名字啊 OK 没有问题吧 好 Ctrl 2 好 输入个月份 5月吧 5月份吧 好 5月份 31天 没有问题吧 嗯 再测试一下 13月呢 13个月份是吧 没有 输入5月份有错 OK 这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 OK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 呃 输入一个月份 然后使用Switch 来判断该月的天数 并输出的这样一个作业讲解 OK 我们就先讲到这 谢谢大家 飞哥在手 天下我有 下期再见 OK 谢谢大家